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底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样请多吃 上礼拜五台股出现拇指转折向上去 它涨了一百多点之后 昨天回挡了一百零四点 又来到上礼拜 相对低档的位置 我说当然又是一个布局的低阶时机 昨天的节目内容 我说除了风电族群 它还在进入终极回档修正 不可以碰之外 很多档股票 我昨天点名 你是可以逢低承接的 包括光泉原件的龙头 郁金光 前两天它回档 它修正 我们告诉你把握低阶的时机 今天郁金光 有没有拉住中长头 有没有拉住中长头 相对低档支撑 之前已经规划好 郁金光的最好的买点 我不知道上礼拜 如果那个叠心盘 位置附近318没有买 昨天今天 你有没有跟着买 你有没有跟着上车 这样股票 那去年赚一个股本 平概股 之前涨了一大波 我说这一段138块钱的价差 我带你卖在415 4月17号 波段操作 短线的一个价差 4月18号378有机会 4月9号390卖 这样才12块钱 短线就是短线 至少两次的一个操作 一趟卖在415 一趟卖在390 高点你跟我卖的 当他回档修正8天 来到317.5 离我415的卖点 大概差了100块钱 10张 股价便宜了100万 可不可以提借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 郁金光强势波动的股票 回档看支撑 他的支撑在哪里 我画给你看 就是之前的一个 我买进的一个 起掌位置附近 所以来到这个支撑 可不接回 可不接回 上礼拜四礼拜五 大盘不是很好 没有错吧 台股回档修正 拇指转折讯号 郁金光可不不买 郁金光可不不买 买了上去 那刚好大盘 前两天又不好 又打下来 可不可以提借 相信我给你买进的机会 不是只有一次 我希望盘式的一个架构 是如此的在低档 你要把握住的低阶 低风险的时机 所以整个郁金光 4月26号上礼拜四 我买在318 碟停板位置附近 因为我回档8天 来到4月10号的支撑 来到这一根红跌棒的支撑 没有错吧 趁他跌停板打开买 买在318附近 结尾之后 隔天马上开始上涨 这礼拜涨更凶 来到3157 318到 所谓的一个收盘下352 有34块钱价杀 但是礼拜三 他开始回档 跌了9块钱 我说如果还有低点 把握低阶时机 个股的操作 就如同我对盘式的规划 一样 大盘给你方向跟策略 一用 大盘如果你看 在给你正确的策略 相信什么股票 低档区可以买 你有目共睹 所以礼拜三的郁金光 他跌了9块钱 如果还有低点 把握低阶时机 礼拜四 昨天台股跌了104点 郁金光被拖累 跌了10块半 剩332.5 越跌我是越高兴 越跌我是越高兴 昨天的分析 我在传达什么低阶的讯息 相信你看得很清楚 当我规划好一档 个股的行情之后 我会跟你做预告 我只要跟你做预告 一定会做执行买进的动作 最终带会人获利下车 赢家三部局 就这样一步一脚印创造出来的 所以前两天的郁金光 回档修正 告诉你把握低阶 昨天再度的回档 越跌我越高兴 你有沒有跟我一起高兴吗 如果你昨天看郁金光回档 是跟我一样 怀着兴奋的心情 准备低阶的 今天的郁金光 你就可以跟我买在337 9点45分 郁金光337附近再加码 经过一分钟16分 股价在336 你去对时对价 今天郁金光337 新旧会人同步的加码 这是我今天的动作 所以郁金光 你今天有跟我加码的 回档362 337到362 今天可以现赚25块钱 这是我的动作 什么是讲在昨天 让你印证在今天 我们对各股的分析 有没有将大盘的看法 落实在会员的操作过程 相信你看得很清楚 所以郁金光的一个架构 再看一遍 前两天谁会看好 王蒙尼 当郁金光礼拜三 跌9块钱 我告诉你把握低阶时机 昨天礼拜四 郁金光又跌10块半 来到332 越跌我越高兴 因为有更平的低点可以上车 前两天哪一位分析师 对郁金光的看法是看好的 金老师的反市场操作 有目共睹 这个名号不是浪得虚名 所以连续回档两天 你如果知道 上礼拜的一个郁金光 已经接近支撑了 那318可以买 那这两天 接近所谓318位置 附近可不买 当然是可以买 所以我今天找盘 9点15分 告诉我们会员郁金光 3377附近可以在家 当着家会在336 很清楚的抠讯 挂337保证一定买得到 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337再加码完之后 收362 今天可以现赚25块钱 买在318的 到今天362 几块钱 44块钱 一个礼拜的时间而已 所以对今天盘式的一个架构 表现还不错 今天台股涨十几点 没有像昨天那么悲观 再看到昨天的一个美国股市 科技股收缴止跌 道琼收缴止跌 下礼拜的一个美国股市 我看涨 所以对今天台股所表现的 再度出现母子转折的讯号 上礼拜五 这是母子转折的一个讯号 上去 今天又一样 母子转折的讯号 下礼拜还是会上 所以在目前的关键性的低档 我昨天已经告诉过你了 把握再度低接时机 玉金光光学 远近龙头 股价比较高 或许你不敢进场 没关系 价位比较便宜一点的亚光 我在4月18号 113有卖嘛 高档卖 股价回档修正一波啊 礼拜一 来到86.3 我都收脚只跌 如果你113没有跟我卖的 不要杀低 在昨天 我更肯定的告诉你 玉金 不是玉金光 亚光 不仅不用杀低 还可以低接 因为昨天的亚光低点89.1嘛 没有跌破礼拜的低点86.3嘛 所以昨天的亚光 当然可以低接啊 今天亚光有没有上去 有没有上去 所以跌的时候要敢跟我买 我常常跟你分享我的草版心法嘛 当一档股票回档修正 我看到是赚钱机会 但是一般同朋友看到的是 他好像会跌停板 因为你不晓得他支撑在哪里嘛 强势波动股票 来到支撑 大胆跟我买 那是一个低风险的操作 你看一下昂保 行动电源 之前这三趟的卖点 297 295 300嘛 第一档买进的位置 大概都在这个位置 每一趟大概都有6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差 3月7号 是我们之前最后的一次卖点 卖在300 那我等了将近两个月 你看这个冲高的过程 我哪一天告诉你昂保可以去追 没有吧 当然回档修正 来到4月26号上礼拜市 你想让跟我低接 我在送出邀请函 人家三部曲再看一遍 我规划好一档股票的行情 跟你做预告 我一定会做执行买进 最终带会人获利下车 所以呢 昂保礼拜是跟你预告 我会低接 接下来礼拜五呢 差了72块钱 我228接回 因为之前这一趟是300卖掉的嘛 10张 便宜了72万 对行动电源的需求 让昂保去年赚超过股本 三月营收年长率还高达52% 基本面依然成长 股价变便宜了 回到相对的低档 跟我228接回 上礼拜我的动作 这个价位都跟你对时对价过了 保证一定成交 踩低接模式 他在落 我站在买方 你会不会这样操作 低买高出大家都很会讲 但是真正能办得到人 就是少数 因为股票市场上赢家总是少数 所以呢 300卖掉的228接回 差了72块钱了 当天接回赚7块钱了 收盘235 接下来这礼拜来到250 昨天台股跌了104点 对不对 昂保还涨4块钱 你认为昂保我会卖吗 昨天盘你不好 是因为你看到大盘指数回挡修正 但是我看好一些 强势波动的股票 昨天的昂保看到台股 大跌104点 他跌不下去 这我常提供给你一个 选股方向 当大盘重挫 一档机会性的个股 如果他产生绝对的抗跌性 这张股票可以买 不可以卖 所以昨天昂保 你认为我会卖吗 大盘跌104点 他涨4块钱了 所以整个昂保的架构 今天大涨11块半 来到260 我28接回的 到今天260 买个10张就好了 一个礼拜的时间32万 我还要继续赚下去 我还要继续赚下去 我带你接回的位置在228 上一次的卖点是卖在300 插了72块钱接回 今天已经来到260了 一档股票的操作 我希望同样你可以赚到 上涨过程赚利润 下跌过程完全避开风险 我没有随意的低接回来 只要这一天 我才28做接回动作 接回之后 每天几乎都是红街棒 每天都往上推高 关键性的转折到了 我就带你低接 是不是 台美今天再度的亮灯 被动元件的股票 这样股票 我之前就跟你分享过了 这普通会的持股 那今年度预估 业内外大概赚两股本 所以股价才六字头 我认为被市场低估 所以这样个股 今年度因为获利大要紧 现金减资 这是一件好事情 如果你看到一档股票 它减资是为了弥补亏损 那就不用看了 那种股票不要碰 但凯美不一样 今年度预计赚两个股本 所以它本一笔太低了 股价被市场低估 所以4月23号亮灯涨停板 已经开始反映在股价身上 它的基本面 那当它回档修正 我说我不会卖 24号我说不会卖 不会卖 整个凯美 我也没有帮会员做价差 它目前就是一个区间 那因为普通会员的人数比较多 我如果要做价差 有时候会踩到会员自己 所以凯美我一直都没有做价差 所以整个凯美 我认为它的股价被市场低估 我认为它的未来一个展望相当大 所以对于这张股票 我的看法是颇断了 所以亲爱的普通会员给我时间 我会给你颇断利润 所以今天凯美亮灯 投资价值渐渐复兴 请安心虚报 目前股价还在六字头 我认为还是很便宜 被动员件里面凯美的股价 我认为明显被市场低估太多了 所以这样股票颇断 颇断式的操作 上礼拜 台股回档了大概500点 那在一个相对低档 刚好遇到五一的劳动节 我特别推出两天 只要5分之1 20%的优惠活动 那这几天其实陆陆续续 有同朋友打电话进来问 还有没有 包括今天早上有一位投资朋友 他是做建筑工人的 他在工地 人家来说的 做白天啊 一天的薪资 大概两三千块 你看那个建筑工地 做白天啊 没什么遮风避雨的地方 这样被大太阳晒了一天 薪资不过两三千 有做才有 没有做没有啊 今天早上打电话来问说 那个只要20%的一个优惠活动 到底还有没有 我听到这位投庙的一个 辛苦的工作 累积了一些财务 想要在股票市场上 产生一定的一个绩效 我当然会给你他 这么棒的一个优惠活动啊 只要一家人一家嘛 所以今天我特别的再开放一天 再开放一天啊 震撼的五分之一 就只要20% 感谢全国的投资朋友 不是只有老公朋友 因为今天早上这一位建筑工人 让我有点感动 因为毕竟那个做工是很辛苦的 欠重内度 累积一定财务 为了在股票市场上 得到一点点的一个额外报酬 我当然会给你最大的帮助 所以我今天 再把这个震撼的一个价格 五分之一只要20% 破例的再开放一天哦 你自己看一下大盘十五 低档还是高档 上礼拜五 拇指转折信号会上 今天再度的出现拇指转折信号 我还是会认为会往上走高 趁着盘在相对低档区 我给你物操所值的入会民坎 相信你感受到我的诚意 未来计较 我会一档一档的带给你 震撼的五分之一只要20% 今天破例的再开放一天 既好把握 就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巴菲特 巴菲特 城东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城东投顾拥有股票 期货双制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定货力 独往独立 城东投顾值得托付 赢了2752 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行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金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受用无穷 一根拨打入汇专线 您按2752 5868 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请不吝点赞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生计指标股的中域 这支的操作从4月18号 整理末端强势表态25开始买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买点 很重要啦 4月18号的一个中域 刚好晚行底的整理末端 买了直接冲出去 没有浪费到会员的时间 没有错吧 所以25开始买的中域 20号268再加码 因为我认为还会再涨 新旧会员同步的再买 268再加码完之后 23号来到298嘛 没有卖 所以你看到24号 当他回档9块半嘛 变283啦 那从25的基本单 到283 是不是还赚28块钱 所以我没有带你出 不用急着出 回档一天不用担心啦 因为他还会再涨嘛 隔天25号 不是又涨了14块半 来到298了嘛 所以呢 我在上礼拜四 终于创高有利多 309先挺立卖出一趟 所以基本单 25买的嘛 到309 是不是54块钱 那加码单呢 268到309 这样一买一卖 是不是41块钱 光是这两笔单 各买10张95万耶 轻松落贷啊 第一次的卖点 卖完之后 当天回档来到288 我看好啊 没有错吧 26我卖309嘛 看好终于该怎么低接回来 该怎么低接回来 上礼拜五 台股不是回档修正吗 盘中一个低点 你没有再度跟我上车 礼拜五趁终于开高之后回档 292附近接回啊 309卖的嘛 292差了17块钱呢 接回啊 我跟你预告 我会低接回来嘛 是不是 赢家三部曲 我们的会员是不是赢家 我规划好像请知道 有没有带他们做执行买进的动作 最终有没有带会员获利下车 你继续看下去 309卖 隔天盘中低点292接回 当天307.5 赚15块钱 礼拜来到317 礼拜三来到325 我都终于如果量 一直没有出来 我当然会随时会卖 因为量价不对称 但如果他的一个量人 有补出来来到8000张 9000张以上 那终于暂时就不用卖嘛 这是我礼拜三 对终于的量价结构 给你的看法 所以呢 礼拜四的终于 量人有没有超过8000张 9000张 终于耶 礼拜四量人来到1万张耶 所以昨天终于来到349.5 当然不用卖啊 因为量有出来 那今天终于呢 我跟证一下 这是昨天盘中的讯息啊 因为我礼拜三讲过嘛 随时会卖嘛 但量补出来 就暂时不用卖 我在昨天的盘中啊 9点42分就告诉会员了 量有补出来 暂时不用卖 当做在333.5啊 讲完之后 盘中拉高到349.5嘛 那今天终于很明显的找盘 卖压很重 338附近卖 9点18分啊 338卖 当然交易就在338 你对时对价 当然有些会员手脚比较慢 没有卖到 因为我讲的是338嘛 附近啊 我当然叫他们直接试驾出啊 因为赚的是在够多了嘛 没有错吧 所以整个终于 第二次的一个动作 接回的位置是不是在292 今天338卖 292到338 是不是46块钱 那之前2比单 95嘛 3比单的累计报酬率 大概是141块钱 同一单股票 选择强势波动的股票 它趋势往上 你就容易创造出可观的财务 141块钱 今天卖在338附近 尾盘掉到322 差了十几块钱啊 所以整个终于的一个架构 25 268 292 3比单的一个动作 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很清楚啊 所累计的报酬率 就是141块钱 接下来怎么操作 什么时候可以低接 终于的爱之心料 美国欧洲已经上市了 接下来一定是往亚洲市场 来扩展它的市占率 这是未来你一定看得到的事情 所以终于 当它回档修正 来到满足点 跟风电族群一样 我自然会做接回的动作 瓶盖股的抗控 在礼拜一 我看到三天不破敌 261买进 因为它三月一收 依然年长涨148 超过一倍嘛 那等到苹果好消息公布之后 在5月2号嘛 抗控就涨到27 2.5了啊 所以要再立多消息 还没有公布以前 就先买好啊 这样成本比较低啊 比较安全嘛 所以261买的抗控 礼拜三来到27 2.5 今天的抗控10.07分 卖压不重 空收者266附近一样可以买 我认为它还会再涨 因为凭盖股的一个 未来的基本面 会随着苹果的第二季财报的 公布数字水涨船高啊 所以今天抗控我告诉会员 26还是可以买 07分告诉会员的嘛 股价经过9分钟 10.16分 还在265.5嘛 你去对时对价 平板附近266 康控今天一样买得到 尾环收高 最高来到27 10.5啊 所以相对低档 我们所带给你的这档机油股 它当然还有往上推升的空间啊 所以我今天还告诉会员 平板附近还是可以进场啊 是不是 VHQ 4月16号 形态突破出现天亮 我买在192 买了之后冲高做回档 这根长A啊 谁会告诉你可以低接 只有我而已啊 所以我的一个超盘说法 跟别人家就是不一样了 所以24号 VHQ 可以加码在207 上礼拜是 第一次卖在26 VHQ啊 所以基本单赚34 加码单赚19块钱嘛 那当天卖完的一个VHQ 哇看好啊 我认为他还没走完啊 所以整个VHQ呢 213结毁啊 帮会员多创造了13块钱的价差嘛 那结毁之后 隔天226啊 礼拜一22.5 我告诉你出天亮创高 当然不用出啊 因为亮线价型概念 VHQ当然还有高点啊 是不是 所以直到礼拜二啊 VHQ 再创新高来到244 创高之后有卖压 所以呢 礼拜三的VHQ 过高后卖压中 238附近卖 没有错吧 当中交易在239 所以238一定卖得到 所以这一趟的操作 赚25块钱 之前两笔单呢 创造利润大概是53块钱啊 三笔单 累计的报酬率78块钱 同一档股票 所以操作股票 真的不要扩散太多档数 资金分散 效果不会出来啊 所以VHQ 礼拜三238卖 礼拜四 你看到它跌停板211.5啊 会不会卖股票 差很多啊 今天VHQ呢 打到199 离我的卖点238 差了将近快40块钱啊 整个VHQ 我认为下礼拜会涨啊 我直接铁定跟你这样讲啊 所以今天台股呢 出现拇指转折讯号啊 还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这张股票 今年光是二月单月的获利 已经接近去年整年度的获利水准啊 股价经过ABC波的回档 来到季线支撑 今天浮现绝佳的买点 赶快跟我来低档来卡位 不想如何操作的 今天啊 因应电视器观众朋友的要求 这个51的劳动节 震撼的一个优惠价 只要五分之一 只要20% 我特别的 在目前台股的低档区 再开放一天 希望这个超低门槛的一个优惠活动 你可以好好来掌握 明天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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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正如同YouTube的应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联到地点 看到去 YouTube的日系点间 线上直播上到时 分析师 精准团式解析 分析师 精准团式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排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